另外一个要解密的 我想观众朋友更好奇 我们刚才是金流 其实我们并不是关心 他为什么去投资一家亏损的新煤 而是投资这家新煤 是不是为了要洗钱呢 会不会是假投资真洗钱呢 所以在查金流 真正的破口当然是沈青金 所以好好来查一下沈青金 那么这件事不是桃色新闻 这也是金流 来 沈青金被抱带硬咪名嘴女开房间 前司机还背了数亿去澳门 怎么回事来 邱明宇 这个案子是旧案 我先讲这个案情 就是说这个是沈青金的 很贴身很贴身的司机 跟他工作了好几年 是从2013年一直到2016年6月 然后他是担任沈青金的贴身司机 然后他离开之后 看起来有点要跟前老板算账 所以他在2018年的4月到9月 等于说这短短5个月期间 密集的传简讯给沈青金 大概不外乎几个 意思就是说你答应我的 你要给我 然后后来就是沈青金看起来 一直都没有兑现 他答应要给他什么 最少是30 我们从那个起诉书上面 看到最少是30万的港币 所以沈青金答应要给司机 30万港币 至少 然后他没有给 看起来是没有 所以司机就开始说 你做哪些哪些事 如果你不给我 我就要报这个料 对没有错 那当然其中 他就讲说 最后有讲说 何必搞成这样 你是答应我的 你答应我的要给我 不是我无理取闹 但是我要把他报了 他报了什么料 沈青金也太没品了吧 当然要给人家 干嘛不给人家 30万港币也没多少 如果真的人家帮你 背数益去澳门 可是沈青金在 起诉书里面 是完全否认的 对 人家帮你运钱去澳门 那你干嘛 当然人家 你钱不给人家 他还 当那个提诉书里面 写一写说 什么开房间 还当马夫 人家帮你运钱 帮你做车手 还帮你做马夫 你帮人家钱 为什么不给人家呢 这个背钱的风险很大 因为我们进出国门 这个我记得现金 现金应该是 10万或等值的金 不是 那沈青金 他几亿 沈青金自己也当过车手 他有一次不是也拿了 很多现金要出去吗 被抓到啊 他自己也带钱 所以那个王姓的司机 他有讲 他在里面有讲到说 他说我不是无理取闹 那是我拼着命 抱着每天被这个 帽子被海关扣押 然后还要滞留 还要被查税 背上十几趟 好几亿的港币 好几亿币 他说好几亿币啦 对 哇 他已经讲到 讲成这样 现金自己也背了 好多钱出去 你记不记得有一次 新闻有曝光 就是他出国的时候 带了很多钱 后来在海关被逮到 他说我不知道不能带那么多钱 你怎么不知道呢 那说实在的 就是就我了解说 这些金流 因为我有朋友也是在澳门 那他有讲到说 你怎么跟澳门的连结那么深 你就会想去澳门 他说这个是怎么样回事 就是通常 就是讲好了嘛 那你们就租了一个饭店的房间 然后放了一个保险箱 然后你带现金去的人呢 就进了那个饭店的这个房间里面 你就把现金放在保险箱里面 那你出来的时候 再把钥匙交给柜台 那另外一个想要洗钱或干嘛的人 就去饭店拿了钥匙之后呢 就进了那个房间 再把钱拿出来 然后澳门呢 它是一条龙非常贴心的服务 它可以帮你甚至可以开户 然后可以帮你开人头账户 还可以帮你开海外账户 甚至他在调查的时候 还可以帮你讲说 这是你在赌场赢的钱 他还可以帮你洗 所以等于说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把澳门 当作一个海外的洗钱天堂 它的服务是真的非常周到 你这个讲得很细心 但我想听这一段 这段是怎么回事 秘密贅女这是怎么回事 意思就说 这个就是说司机说的嘛 对不对 因为这个王姓的司机 看起来后来要钱不成 所以他就一直要 看起来有点像勒索 因为后来 沈静静是告他 告他恐吓取财未遂 所以这个王姓司机就说 好你如果不给我的话 我第一个 我就说台北洗来灯的住宿日期 他有 然后还可以叫路引带 台北洗来灯 对 他讲硬的这一段 讲硬叉叉的这一段 是说台北洗来灯 然后他说 他可以掉住宿日期 还可以掉路引带 然后出入房间的是 硬叉叉 然后还讲到说 你跟名嘴女 在澳门住同一间房 可是硬叉叉的男友 不是黑道吗 他怎么感动黑道的女人 对 我们只能讲说 你去洗来灯的那个房间 不一定是这个 大家想的那种事情 也许是谈事情啊 上厕所啊 或是去保险箱里面拿现金啊 确实确实 他没讲说在房间里干嘛 对他没有做什么 那这是讲到硬的 而且判决书就写硬叉叉 也没说硬什么嘛 然后那个名嘴女 名嘴女他也是讲 讲类似的逻辑 但是呢 但是讲到咪就不一样了 他说你要求咪陪你睡 我都不知道 对 所以这个 但是这个咪的这个 他后来就一直讲说 是一个股东的太太 对 那所以这个就比较令人好奇 不晓得这背景是什么 哎呦 股东太太朋友气不可惜 好 那我们回来讲 所以现在真正关键的还是 能不能突破金流 来弟 省庆经的这一个 今天周刊揭露了这一个 有可能会是 检察官下一步要去询问 或者是有没有可能 他进一步变成证人 这个王姓的司机啊 因为刚刚那个明玉姐讲的 他这个司机里面 其实在起诉书里面 具细迷移有很多细节 包括他说什么时间点 到哪个饭店 然后这个有录影 那里面还讲到说 他里面有什么信用卡去住宿 用信用卡 然后这个东西都是 都是可以回收 都是可以回收 可以去查的 然后包括那个监视录影器 哪个饭店 然后里面还有在哪个时间点 在新北市某一区某某项地址都有 所以这一些是 新北市某某项市 他在里面有使用 他的门号 然后传讯息 等于是跟 要那个50万港币的 那个时间点的那一个回溯 所以这里面当然 沈庆经和他共诉 他后面有列证 相关的这个证据表格 那证据清单里面 当然沈庆经全部否认 他说第一个 他没有答应要给他 30万的港币 然后对于他所指控的这些事实 他都一概否认 但是当时在检察官查这件事情的内容 他一定不会去查里面的细节 因为检察官就是说 沈庆经否认 然后你这个王姓司机 他的司机是2013年到2016年 对于是任职三年 你里面所说的这个事实 因为司机自己没有要取证 但是现在要回头去查 现在如果回头去查的话 就会去查 他司机所讲的 某年某月某日的时间点 你在哪里 才会去查 当时在这个案子里面 是没有查过的 现在一定要查 因为有没有可能在海外交汇款 对 这是供诉 而且那里面有讲到说 他澳门的金流 他出去好几趟 好几亿 这其实出入境资料 一查就有了 这个司机到底有没有出国 一查就有了 所以当时到底 有没有背负这样的一个资料 这个是在起诉书里面 这个起诉书 现在是公开资料 到司法院的裁判书查询 就找得到 因为他是判决的 变判决 所以这一个内容 其实都是公开资料 里面涉及两个部分 审慶经里面司机对他的指控 一个是钱 就是说澳门的金流好几亿 他司机对他的指控 另外一个有跟社有关的 刚才讲到名嘴女 其实那个里面 有提到的名嘴 还有名字 大家如果上司法院的裁判书查询 查得到这个判决 这里面还有提到名字 然后有提到某某饭店 某年某月某日 然后跟 它里面其实不是叫硬XX 它叫硬议员 这个是判决书写的时候敢讲 它里面就直接叫硬议员 所以这里面的这个内容 过去在检察官起诉的认定是说 你这个黄姓司机需告 所以我相信沈庆经讲的 然后起诉他 但是当时是没有查过这些细节 现在如果回过头 到周刊这样的讲法 当时的钱如何流出去 有没有出入境资料 当时没有查 现在都可以查 另外一个是 沈庆经在这个案子里面 现阶段他还 除了这个案子 当时他的司机 跟他这个窝里反的事件之外 他还自己要面对特别背信的问题 我们之前特别讲过 特别背信罪是让他会 真的是连根拔起的问题 所以他其实要好好去思考是说 他在这个案子 如果他还持续说 我不配合还原真相 我不配合司法的调查 那他后面就会面对到说 你看特别背信罪 七年以上的重罪 除此之外 真的会被 这个金管会 如果特别背信罪真的起诉了 银行会被 应该说他的银行的贷款会出现问题 因为金管会 下一个是说 他现在所属的公司 他会被解除董事职务 他现在所属的公司可能会 转过头 因为有特别背信 有不法利益 所以会去追偿 这是连根拔起 不是只有单纯的 这个行贿罪的问题 所以从今天看出 这个沈庆经的拨口 当时跟他窝里反的司机 也是一个询问的重点 以及沈庆经现阶段 面临着重刑的问题 不只是行贿罪 还有特别背信罪的重刑 好所以 这位司机很可能是 海外交付汇款的突破口 另外还有一个突破口 是沈庆经的秘书 我们为什么说 沈庆经的秘书呢 因为据说沈庆经有一个 应该说好习惯 但现在变成坏习惯 就是他跟所有人见面 都要求秘书 据戏迷记录什么呢 我在几月几号 跟什么人碰面 之外 谈话的内容 也要做记录 确实啦 这个是因为 周刊爆料说 是有一个银行高层 他好像六七年前 跟沈庆经见过一次面 然后六七年之后 他突然跟沈庆经 又在约见面 就那个沈庆经一见面 就跟他讲说 哎呦上一次 我们六七年前 我们在哪里 见过面 然后还讲过 还把他们两个的 对话的内容 就讲出来 那个银行高层就想说 哇塞 厉害 我们已经六七年 没见面了 结果你看到我之后 还可以把我们当时 这个上一次见面的 对话内容 还可以直直甚响 连见面地点都还记得 他记忆力真的非常惊人 后来才发现说 原来这个 沈庆经 他的那个挑选秘书的标准 就说你能不能把 他的这个人事实地物 跟人家会面的这个行程 都能够完整地 记录下来 还有等于说会议的内容 都可以简要的 这个做成这个对话 因为你要会速记 对对对 而且你要对这个记的老板 看得懂啊 老板要知道你在讲什么 所以就是说 因为他 对阿冠说的对 他这个好习惯 现在可能会变成说 捡掉 对变成坏习惯 他过去这个好习惯呢 会让人家觉得 他记忆力惊人 但现在可能变坏习惯的原因是因为 他的据细迷移的记录 可能成为诚堂证供啊 会不会像柯文哲那样子 这USB拿出来 就是那个1500 李慧金小沈 哇塞 那这个内容是什么 哇我觉得这个会变成 蛮精彩的